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75年来 中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从东方红1号卫星成功发射 到中国航天员 遨游太空 从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到碳月碳火工程深入推进 中国加速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力量 10月1号上午 正在中国空间站职守的 神舟18号成组三位航天员 叶光复 李聪和李广苏 为祖国献上特别的祝福 我觉得很幸福 在太空的五个多月 感谢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日夜坚守与陪伴 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守护 我们在空间站 才能够安心踏实的工作和生活 我觉得很幸运 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能够为祖国出征 圆蒙太空 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也必将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圆满高效完成任务 我觉得很自豪 中国空间站是几代航天人 接续奋斗的成果体现 中国空间站是战略新兴产业的代表 是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 充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力量 为新时代蓬勃发展的中国航天事业 点赞 神舟18号航天员程组太空出差 已经超过五个月 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实验任务进展顺利 中国空间站又名天宫 目前正稳定运行在距离地球400公里外的近地轨道 中国空间站每一个半小时绕地球一圈 三舱组合体呈T字构型 天河核心舱是T字的一数 在核心舱两侧对称分布的问天实验舱 与梦天实验舱形成T字的一横 起飞 起飞 翅林 标动时 四次分 标动了 2022年6月5号 神舟14号乘组出征太空 陈东 刘洋 蔡旭哲三名航天员 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之后他们迎来了问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 载轨建政空间站 完成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 同年11月30号 神舟14号乘组与神舟15号三名航天员 在太空胜利会师 这也是中国首次实现航天员乘组载轨换 六名航天员同时载轨驻流约五天时间 在中国空间站完成历史性握手 此后2023年5月30号 神舟15号与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进行载轨换 2023年10月26号 神舟16号与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再次成功实现太空会师 2024年4月 中国空间站迎来第四次太空会师 4月25号 神舟18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成功 4月26号5点04分 载轨执行任务的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天宫 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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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不容易 对啊 我们先来 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同框拍下难得的全家福 共同向牵挂他们的祖国人民报平安 4月28号 神舟17号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再轨举行交接仪式 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现在我将将将军接地棒的航门钥匙传递给你们 从现在开始你们开始正式接管空间站的运营管理 好的 神舟家族开通接地 我们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一定尽全力去讨好与我们的对方 2024年10月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载轨将满半年 即将完成太空出差任务开启返程之旅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9月30号发布的10月载人航天阅历 中国计划10月下旬发射神舟19号载人飞船 迎接神舟18号乘组返回 从2021年4月底天河核心舱发射开始 仅用不到20个月时间 中国就完成了空间站全面建造 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记录 跑出了中国航天的加速度 新中国成立75年来 中国航天视野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实现历史性 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 1970年4月24号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中国航天视野迎来了一次重大突破 1992年9月21号 中国确定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1992年至2002年 神舟一号至四号成功进行四次无人飞行任务 为执行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3年10月15号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杨立伟成为第一位造访太空的中国人 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请世界各国人民自豪 2008年9月27号 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 在刘伯明 景海鹏的密切配合下 圆满完成中国首次空间出舱任务 迈出了中国人舱外行走的第一步 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太空 神舟六号 七号 九号三次载人飞行 以及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汇对接任务 先后突破掌握天地往返 空间出舱 交汇对接等关键技术 2022年11月 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 载轨组装完成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 从舱内实验到出舱活动 从单船飞行到空间站巡天 中国载人航天用30年 跨越了发达国家 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中国载人航天起步 就瞄准世界先进水平 先后突破掌握了天地往返 太空出舱 交汇对接等国际航天关键难题 自主研制满足空间站任务需求 兼具中国特色的空间站机械臂系统 部组件和核心元器件国产化率 达到百分之百 航天科技的进步 也让科学的种子在中国亿万青少年心里生根发芽 同学们看到了吗 乒乓球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浮在水面上 而是停留在了水中 这和地面的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浮力是随重产生的 在太空失重环境下 浮力几乎消失 所以乒乓球不能像在地面一样浮起来 同学们现在是不是对浮力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呢 中国空间站建成并稳定运行后 中国航天人又将目光投向了 38万公里之外的神秘岳工 9月28号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首次公开中国登岳福外观 登岳福主体散发出科技感十足的 金属光泽 上下支红色装饰带 增强了视觉上的力量感和修身效果 上支装饰带设计成优雅飘逸的 飞天飘带造型 下支装饰带设计成火箭升空尾焰造型 上下呼应形成一飞冲天的事态 与空间站舱外福相比 登岳福外观的整体性更加凸显 外部设备元器件呈现小型化 集成化 这也使得登岳福更像一件衣服 考虑了在六分之一重力下工作 为了降低人体的代谢负荷 必须进行减重设计 航天员在月面行走 或进行科考活动时 对整个服装的功效保障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登岳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 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2024年4月 中国国家航天局公布了 国际月球科研站概念视频 国际月球科研站将按照两个阶段分布实施 第一步是基本型建设阶段 2035年前以月球南极为核心 建成功能基本齐备 要素基本配套的综合科学设施 第二步是拓展型建设阶段 2045年前以月球轨道站为枢纽 建成功能完善 相当规模稳定运行的设备设施 那么月球这是一个起点 月球科研站这位以后的人类 走向更远深空提供一种长时间 科研研究长时间能够在上面 进行作业 进行工作 进行生活 那么为以后比如奔向火星 奔向更远的深空 做技术储备和物资上 智力上这方面的储备 今年6月 嫦娥6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 首次月球背面采样 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 中国国家航天局9月24号宣布 在完成嫦娥6号任务后 中国探月工程还将通过两次发射任务 为国际月球科研站打基础 按计划 中国将在2026年发射嫦娥7号 2028年前后将发射嫦娥8号 嫦娥7号的任务 主要是对月球南极部分的资源进行勘查 嫦娥8号则将对月球资源的原位利用 开展技术验证 2016年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立项 2021年5月15号 天问1号成功着陆火星 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 中国成为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 在行星际探测领域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近日 天问3号任务总设计师刘继中透露 中国天问3号任务 计划在2028年前后 实施两次发射任务 将采集火星样品并带回地球 如今的中国航天 创新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2024年 中国航天的发射次数 有望达到100次再创历史新高 相比10年前 航天发射数量增长了6倍 面向未来 中国航天已经规划了更宏伟的蓝图 今年 中国航天两型新火箭将首飞 新一代商业摇杆卫星系统加速建设 多个卫星星座将加速组网 炒300个航天器将被送入太空 中国航天已经部署实施多项宏大计划 重型运载火箭稳步推进 载人登月计划实施进展顺利 包括火星采样返回等行刑弹射工程 任务业业全面展开 以色列军队10月1号进入黎巴嫩 时隔18年再次展开对立地面行动 打击珍珠党军事目标 以军行动开始前 珍珠党副总书记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 誓言将抵抗并保卫黎巴嫩 做好持久战准备 当地时间10月1号凌晨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战时内阁批准下一阶段军事行动 以军已开始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 对珍珠党目标进行有限地面行动 当天早上6点多 以军再次发表声明称 以军第98师开始在黎巴嫩南部 开展有针对性的行动 并发布了以军士兵进行相关准备的画面 声明称 最近几周 第98师的士兵 包括散兵旅 突击旅 和第七装甲旅士兵 一直在为9月30号晚开始的 黎巴嫩南部行动做准备 当地时间9月30号晚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根据形势评估 以色列北部的梅图拉 米斯加夫阿姆和克法尔吉拉底地区 已被确定为军事禁区 任何人禁止进入该地区 当天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在里以边境 对以军部队发表讲话 明确表示将对黎巴嫩 发动某种形式的地面入侵 并称这将是改变 安全局势的重要因素 以色列将把重心转移到北方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以色列军队近几个月来 一直在训练和准备 为最近几个小时 在黎巴嫩南部开始的地面行动 做准备 10月1号 黎巴嫩南部发生爆炸 靠近边境的阵地上传来炮火 无人机和直升机的声音 现场视频显示 黎巴嫩边境村庄方向和贝鲁特郊区 传来几声爆炸声 浓烟和闪光 以色列军方称 在以军发动地面进攻后 大约10枚火箭弹 从黎巴嫩南部越过 引发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警报 部分火箭弹被拦截 部分则坠落在空旷地带 等地时间9月30号 黎巴嫩真主党副总书记卡西姆 发表视频讲话 这是自真主党领导人 纳斯鲁拉遇害以来 真主党方面首次发表讲话 卡西姆说 真主党将尽快选出新领导人 失去纳斯鲁拉 不会动摇真主党 继续与以色列对抗 支持加沙地带人民 和保护黎巴嫩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并表示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地面战斗 إذا قرر الإسرائيلي أن يدخل بريا فالقوات قوات المقاومة جاهزة للالتحام البري نحن أعدين وتجهزنا وبالتوكل على الله تعالى وافقون أ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ن يحقق أهدافه وسنخرج منتصرين من هذه المقاومة 从9月30日至10月1日凌晨 以軍還對黎巴嫩境内包括首都贝魯特南郊 以及黎巴嫩南部 東部等地区 持续发动空襲 9月30日凌晨 以色列袭击了贝魯特市中心的克拉乔地区 此次爆炸是自去年敌对行动开始以来 以軍首次在黎巴嫩首都市区内发动袭击 被视为冲突的又一次升级 以色列杀害的都是父女和儿童 他们正在把我们变成第二个袈裟 以色列国防军9月30日称 从当天早上起 以軍以空袭黎巴嫩各地数十个离真主导目标 包括指挥中心 武器储存设施 发射装置和军事基础设施等 当天晚间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视频称 以空军队位于贝魯特国际机场附近的 地对空导弹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 黎巴嫩卫生部10月1号凌晨发布消息称 过去24小时内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魯特 以及离南部 东部等地区城镇村庄的袭击 已造成95人死亡 172人受伤 除了黎巴嫩 以色列军队仍继续在加沙地带发动攻势 并同时向叙利亚和野门进行了空袭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报道称 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行了空袭 造成三人死亡 9人受伤 当地时间9月29号 以色列对叙利亚边境城镇古塞尔发动了空袭 古塞尔位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边境地区 此次空袭的目的 有可能是阻止外界的武器装备进入黎巴嫩境内 9月29号 数十架以色列军机 奔袭约1800公里 轰炸野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 发电站等目标 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一座发电厂被摧毁 大火熊熊燃烧 据报道有四人死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9月30号表示 以方已向美国通报了 在黎巴嫩进行的一系列行动 包括地面行动 同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以色列应该放弃对黎巴嫩 开展地面军事行动 并实行停火 随着中东局势骤紧 美军已进一步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据以色列时报 英国卫报等媒体10月1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他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了电话 明确表示美国支持以色列自卫权 据美联社报道 五角大楼9月30号说 美国将向中东派出数千名军人 以加强安全 并在必要时保卫以色列 增派的部队将使该地区美军总人数 增加到4.3万 报道称 增兵将涉及多个战斗机和攻击机中队 增派的人员 包括F-15E F-16和F-22战斗机和A-10攻击机中队 及提供支持所需的人员 此前一天 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 奥斯汀已指示美国亚伯拉罕 林肯号航母战斗群 继续驻扎在美国中央司令部战区 美国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 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将继续在地中海东部执行任务 10月1号 韩国在京西道成南市首尔机场 举行建军76周年纪念仪式 新型玄武5弹道导弹首次公开两项 韩国总统尹锡悦警告朝鲜 不要企图使用核武器 当天5300多名韩国官兵 和340多台装备 接受了隐西越的现场检阅 弹头重量高达8吨的弹道导弹 玄武5首次公开两项 引发关注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军方人士介绍称 玄武导弹能够对朝鲜全境 实施超精准的巨大威力打击 据推测 具体参数严格保密的玄武5 属于短程弹道导弹 但只要减轻弹头重量 就能够发挥出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性能 此外玄武5导弹采用冷发射方式 确保发射车安全 可打击地下掩体 被视为韩国型三轴体系中 大规模惩罚报复作战计划的核心手段 10月1号当天 韩国还正式成立战略司令部 并举行授旗仪式 尹锡月表示 战略司令部整合了韩军常规武器 和美军延伸威慑能力 将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核心部队 以不受朝鲜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 美军B1B战略轰炸机 也首次参加了韩国建军节纪念活动 以展示韩美同盟关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